好了各位Youtube還有IHFSN的玩家大小 我是一種歡迎在我的頻道 OK今天我特別查過一個讓我非常勁爆的一個消息 我應該說齁 我應該這樣子講 我在震撼的遊戲界 包括這個有買IHFSN的4的玩家們 這個消息一定會非常的正經 也非常的驚訝 因為呢 IHFSN的續作 IH5啊 沒多久也要問詩了 好 這是我們先看一下齁 我看到這個文章就已經笑到 我已經笑到不行了 真的笑到不行了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從那個官方的論壇裡面 他有提到一點 有人說了 IHFSN暴絕呢 他說暗黑5啊不會讓你等太久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篇文章的原文 我現在直接看原文 再根據呢 暴絕的總裁呢 麥克一巴拉 我翻譯齁齁直翻 他說呀 麥克一把他說 暗黑五將可能準備要打破這個十多年的開發的周期 那他說在回憶IPUI很適合一些高度贊養的時候 那該高級高管說 粉絲玩家們不將不用在遊戲之間等這麼久的時間 那暴雪的總察他又說到了 開發商這樣會為了RM換成後續的版本準備更多的內容 然後他又提到了 當然因為這個Interview是據說是IGM跟暴雪總裁的一個對話 所以說我們現在再往下看 他有提到也就是說 雖然這位資深的業界人士並沒有相信說這個事情 但是暴雪已經很明顯決定未來要縮短IPUI的遊戲的開發周期 這可能跟下面的事實也有關係 跟最近遊戲正式的該系列的興趣能來成為歷史的最高的level 在今年的落月之後 這一點就已經很明顯的說 所以當時RM在暴雪在發佈的時候幾個小時內打破了暴雪的發送的紀錄 那另一個可能 他說另一個可能加速RM4的開發空間是因為 動視 動視暴雪目前即將大規模的賣給Ulan 所以這筆687億的美金 交你最後會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為這家科技巨頭核動 歐多暗黑師跟Core of Duty等這些遊戲公司來破綻X80跟US 所以暴雪可能在尋求開發空間之後 將會轉到更高的level 以準備支援未來母公司長期的雄心 對 以上大概就是 現在大概就是這個 那科娜原文大概就是我大概這樣的翻譯 那簡單的說來就是說呢 動視寶雪只要一旦被文卵收購 他的開發週期 所有的遊戲的開發週期 將會大幅的縮短 將會大幅的縮短 那這也代表什麼呢 這也代表什麼 就是說未來的RM5 你可能 一萬五十年就可以玩得到了 但是 你現在 你現在放出這個消息 你會是把臉的這些 甚至在玩愛黑波外人士 還有遇過愛黑波外人士的這些你的臉 因為你上市到兩個月 你現在就放出這個消息 已經兩個月 已經放出這個消息 這不疑的是讓很多人對暴雪呢 非常的失望 那我應該這樣子講齁 你對這裡的遊戲產品已經失去了信心了 所以你現在馬上趕快 試圖這個RM5SN的物 然後先讓大家呢 再 妄媒止渴一下 那這些 目前在玩愛黑波外人士的這些玩家們呢 欸我講了一點就 stupid就是蠢蛋了 就是什麼 你被觀眾打了 打了 商場 用力的打了一個月的光了 那大家想一下齁 你十年的開發收集 就會做出這麼爛的 這個 這個 這種這種垃圾 你看過戈壁的那個 BG3啊 博德斯麥3 人家研發了六年 為什麼人家可以做出這麼經典的遊戲 我是有在玩的齁 但是我沒有上算影片 因為這個遊戲 好到 好玩到有回廣力時間 很討厭 真的很討厭 差來的話就是說說呢 前兩天那個設計師 兩個設計師 兩個設計師 我自己也想把影片上進去 因為我實在是看到笑屍 我真的是看到笑屍 你這兩個設計師 層次設計師 你不會玩遊戲 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這是反向的 變相的操作 你居然 叫那兩個蠢蛋設計師 去上傳影片給大家看 然後又給人家噴 那你這代表什麼呢 你知道嗎 你知道看到我 我就覺得說 本身我 在背塔我是有玩過 暗黑死人喔 我是有玩過 這是我真實版沒有入手 因為我看到這個 好險我沒入手 你知道嗎 各位 好險我沒入手 哇靠啊 真是 你被官方打了 想想的打了一個 你還要花兩千多塊錢 天啊 那 很多人喔 很多人看到這個 暗黑暗黑神 出來的消息 你知道第一個想到什麼 你知道嗎 EA的聖歌 EA的聖歌就是這樣子 就是 我們現在在等 暗黑死 暗黑死 做出了艱難的決定 我已經看到有人在講這個 其實我已經快樂 我還沒氣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真的笑得要死 我真的是笑死 怎麼會有人 你這個時候 你 仔細看一下喔 你資料都很合法 你 新的賽季 你都還沒有搞 你的Balance 你還沒有做好 不要說Balance 你遊戲裡面的內部 我現在都會講說 你PTR都沒有 你現在連PTR都沒有上 最好笑是 你現在按A3有PTR了 這表示什麼 你們已經 官方已經建就了 承認A4的失敗了 所以說 我們現在又不去搞A3 A3有PTR A4沒有PTR 這代表什麼 對不起 這些白老鼠 這些讓 這些讓暴雪 轉翻的這些 這些玩笑 我真的是辛苦你們了 真的是辛苦你們了 比方說我刻意在 本 本寶劇什麼 我在某個論壇 我發這個文章 我發這個 這個文章的時候 我也是被人家按了 好幾個 好幾個 大家很認同我說的 大家很認同我說的話 不要怪誰 我相信 我相信 這個 未來可能 我相信 時間 遊戲開發時間一定會縮短 但是遊戲的品質 會不會比以前更好 或是更難 我現在甚至會更難 因為 因為你第一波 不讓 冬雪賺了這麼多錢 所以 這個就是服務型遊戲的分別 這就是服務型的分別 如果今天 暴雪只要是走服務型類的遊戲 通常下場都是這樣子 就跟EA一樣 因為我發現到兩個人的 這個 這個 走向 越來越近 越來越相反 我非常地訝異 我非常地訝異 我這個暴雪人會淪落到這個樣子 那其實 後來慢慢我可以使回來 就是 你只要把EA的這個公司套在 暴雪人 那就 一切都非常地 符合的邏輯了 非常地符合的邏輯了 所以說 這篇文章呢 那獲得了 非常多的人的迴響 非常多人 非常多人的迴響 那大家都是 一致昂的睡 一致昂的睡 沒辦法 那 未來暴雪會不會成為 一年一度的 年度遊戲的跟Call of Duty一樣 其實我是蠻好奇的 我是蠻好奇的 那這篇文章呢 這個 我會持續地去關 去稍微去注意一下 去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他 本身沒辦法做連結 所以我直接他的原文裡面去看 原文裡面去看 他有提到 啊 暴雪人 不會讓你等太久 你放心 這是暴雪所有的 我沒有隨便亂講 這是暴雪總排 自己講人 自己講人 那 那 最後呢 我只能說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 這個暴雪出瓶 避暑清瓶 其實呢 早在 將近十年前 就已經是一個小話了 那 你現在呢 你要說暴雪出瓶 避暑半成瓶 可能連半成瓶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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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啊各位啊各位 各位鄉親們 我已經 我已經不知道在什麼 吐他在槽 你知道嗎 我真的不知道在什麼 吐槽 然後最好笑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不知道你們知道 這次暴雪的燒燒作 那可能會有人說 暴雪裡面沒有 暴雪的老員工 還有 還真的有 是一個技術中間 一個 Jason不知道什麼 我忘記 他是暴雪2的程式設計師 現在分到暴雪 你是一個技術中間 結果呢 我覺得 你應該是沒什麼話語權 技術中間 那個 技術中間 你應該是裡面 開發暴雪裡面 最資深的一個人 但是你完全的 白爛 這麼說你要白爛 所以說今天這個 這個 這個影片呢 如果你是說 我是在噴暴雪 還是說 我是在飆 還是說 還是說 在讚揚這個偉大的暴雪 但是 事實就擺在眼前了 爛就是爛 你說你要亡人補倒 所以那個 暴雪已經自己打的是一個嘴巴了 暴雪 就是要出來的 那你現在玩暴雪4的人 你會覺得是什麼呢 我相信 我相信 未來 我影片做的未來齁 這一切說 不預購暴暴雪5的人 我相信到時候 暴雪這個美工 美術是非常厲害的 只要再放在 好好 再放美麗的動畫之後呢 你 你心又癢癢的 又想要去育肉 然後呢 又做個白老鼠 然後就覺得在那邊 你不怕哭泥的 不要用 不要怪誰 真的是不要怪誰 齁 那我只能說 這個姿勢就是力量 那就是說 為了 你為了不要 再滑暈往前 齁 都看合金不缺席 不要隨波逐流 因為隨波逐流 你跟他們坐在同梢旋上面 你 等於做到這個大梢的鐵刀泥號 去撞冰山齁 機率是非常高的 齁 我怎麼這樣子講 我已經 當我早上看到這個 這篇文章的時候 我已經笑到 我已經 我已經笑到 我已經快爬不起來 齁 齁 就真的是齁 這個 沒有人能夠超越暴雪 只有暴雪 超越自己超越的暴雪 就是光這一點 我就已經 我已經 我已經 我已經不知道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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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自己去看 你們自己去看 齁 最後呢 呃 奇怪的是 當初那些後跑選 那些youtuber 那些直播組呢 我翻到現在都不見了 這 這第兩個月來都不見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尤其是皮大夫魯士 我已經就沒有看到上傳 一遍了 齁 OK 我是Yu 我們 下個影片再見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